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参与战争 但是成了全世界最恨的人民和国家 就刚才我跟人家通话人说 Miles 中国人这回可没干好事啊 中国人没干好事 我说中国人怎么没干好事了 兄弟姐妹多可怕吧 多可怕吧 你说俄乌之战最大赢家美国 最大的赢家是欧洲 这个整个世界非常明亮 未来就一条路 民主之路 不会再有什么独裁呀 什么皇权的扯淡的事情 这次最大的赢家就是美国 然后现在最被人家诅咒恨的就是中国人 当然 习太阳 普大利全完球弹了 是吧 但是最受苦的是人家乌克兰人 我特别的感动感谢我们在全球的新中国联盟农场 在波兰冒着生命危险 离开家人 离开自己温暖的舒适的生活 几个大巴 到乌克兰整个战场中心 救回中国人 救回一百多个孩子 到昨天已经救了两百多个乌克兰人了 和国际人士 我们还救出中国人 未来你会看到 到底共产党外交部说的 所有中国人他已经救出了 你看看还有多少中国人在乌克兰 据我们现在掌握很多孩子和学生都在地下室 已经没有水了 已经非常的残酷了 这时候被洗脑了 还要中医党呢 听那个比爹娘还进到党的话呢 你怎么办呢 新中国联邦法治基金法治社会 不要一分钱没有任何条件 就因为是同胞 就因为我们要中国人得到世界的认可 就是要告诉世界中国人 不是等同于共产党 共产党不等同于中国人 就这点基本的常识你都不知道 你都在战场上分分钟炸成几劫 你还想着听党的话呢 昨天 我们一个大发车 听说有将近一二十个中国人已经上车了 大使馆给他发信息 说你们要小心啊 这个有反华反党组织会骗你们钱 甚至绑架你们等等 结果他们下车了 他下车就下车吧 他不是我们的损失 我们少什么 我们什么也不少 是吧 但是让你心疼 你明明已经上这个我们的大巴了 我们又不要你钱 我们在波兰能绑架你吗 能抢你的钱吗 你都有多少钱呢 就中国人被洗脑洗到这种程度 兄弟姐妹们 你一点办法没有 你想想这十八个人如果他过不来 或者死在战场上 这是不是共产党的大使馆干的呢 啊 我这手上南希啊 南希 银河系的南希 出怪人啊 出美女 出帅哥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你说这共产党洗澡洗到啥程度啊 他能让这些救命的车 上去以后大使馆发信息下来 然后在地下室里边 上百上千的学生 和躲在农村里边 地下室的那些中国的 来非法打工的人士 没人管没人问啥话 别说俄语了 乌克兰语了 啥语都说 只会说 河南话 山东话和福建话 谁救他们呢 谁救他们呢 兄弟姐妹们 你说这可不可悲啊 兄弟姐妹们 这就是被洗脑的结果 而且我们在救援当中 竟然有伪类 冒通啊 所谓被救援者 去打那些紧急热线电话 这帮孙子 老天会诅咒你们全家不得好死的 任何你们打那些救援的 在战场的救命的热线电话 骚扰这些的 你们一定不得好死 全家都不得好死 你记住 任何宗教 任何的佛祖菩萨 不会饶了你们这帮畜生的 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 打这个电话 昨天在澳大利亚 我们的战友到了乌克兰大使馆 到乌克兰大使馆以后 人家一说是中国人很冷淡 最后一说是我们和中国共产党不一样 我们是救你们的法治基金法 新中国联邦 人家特别热情 人家咱当场就给了他那个刷码 人家是住澳大利亚的 就是安红还有保罗的咱们澳喜的战友 给了他这个码 人家一刷 刷人家这个乌克兰的家人需要救 五分钟跟他客服联系上小飞下小飞下 人家很惊讶 马上人家大使馆提出来 给十个 给十个义工 甚至给更多的义工来工作 但是你这帮欺民贼伪类 你人事不干 一生伸着手要钱 一辈子穷不拉哈的呆着你这个在西方的所谓的救机房里边 你打电话来骚扰这些救命 中国人唯一一次黄皮肤是到西方救白人 救的还是老人孩子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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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兄弟姐妹们 你想想 你这种 你这是一种对人命的忽视 这种无聊透顶低级下烂 吓死 你全家都会被上天诅咒 都不会得好死 但愿你们都打了疫苗吧 全世界最恶毒的员 都放在你们身上去 我们这些战友孩子们抛家舍业 天天天一天只睡两三小时觉 你们就这样搞他们 这就是世界上没有比共产党训练的人再坏 坏到根儿了 坏到根儿了 你想想呢 在乌克兰战场 你共产党已经在一星期间的时候所有华人都救出去了 然后大使馆说 条件不安全 我咋救你呢 然后就说自己小舅小姨子 然后现在结果在几万个中国人在那边打理 我们免费去救了 已经上车了 你再把他给拉下去 说是我们是反共反华组织 我反什么华了 是唯一替中国人替华人在全世界呼吁的反对战争 反对共产主义 反对疫苗 反对病毒 唯一一个给中国人提醒的 这个世界上可能发生反华的行为 反华的行为 排华的行为 结果你把我们定为 因为你共产党的老杂毛 我们抱了你们全家里边的贪污腐败 是吧 贪污腐败 你们竟然说我们是反中国人的 然后把已经要救出的中国人 从车上喊下去 我耳你白本祝福 共产党 你们真的不得好死 真的不得好死 你们这帮王八蛋 锁链女你们不管 在前线战场同胞你们不管 就你们小舅子小姨子 结果 我们救的人你给弄下去 这18个人呢 你们叫终身的后悔 走着看吧 中国人怎么被训成这个样了呢 可怜可恨可悲啊 可悲 但是战友们在前线战友你们太辛苦了 锡哥看着心疼 咱救人去了 咱能救救救 不救拉倒 咱得把自己安全了 咱不能让自己的战友不安全 兄弟姐妹们 我看着你们太心疼了 你看看直播的 看看前线救人的 我们的一切一切的战友都冒着多大风险 我们的大卫 文革 文科 阿炳 文耀 我们的所有的兄弟姐妹去的那么多人 美国小李又带着一帮人又去了 我们又几十个人要过去 我们现在现场大概要70个人左右 是50多人